像中國 中國你看它已經開發 還有更多地方未開發 偏遠區的地方未開發 那裡還有很多寶貝 所以我也鼓勵各位去旅行 就是去那個地方旅行 得到很多人類的共同智慧 所以我非常主張農業不可以按名字 不可以在農業的上面按一個名字 這是太不禮貌了 因為農業不是你或我發明的 我今天所有的一切 是我的老媽 是我的阿婆 我老媽會打人 我的阿婆會打人 一個用打 一個用拐出來的 去做出來的 所以剛才他那個 經過拍那個 什麼 照板 那是我憂鬱症的藥 當風吹起的時候 當秋天風來的時候 我的母親沒有跟我們告別 所以每一年的秋風興起的時候 我就看著她站在那個河床搖擺 所以去年那個經過來了 我的優異症沒有發作 所以你就想說那個東西是無可奈何 換不回來的 有時候我在製作一些東西問她的時候 她就 其實她病了 你問她她在講 她在講 問這個幹什麼啦 沒用的啦 我就說 你不要管啦 你就告訴我怎麼弄 她就會告訴我怎麼弄 像醃醬瓜 醃那個醃瓜 月瓜去醃 醃得多好吃啊 這麼簡單的東西不見了 所以 講起來真的很難過 如果現在有人願意投入 其實就是我要讓祖先重新再過一次 這是我想要的 也許更多人進來會把經濟帶起來 然後會讓工業不要那麼囂張 甚至我也可以跟各位報告 有很多財團 他們所謂的成立的基金會常常到的那裡 他們帶來了那個名氣 他們想要跟我聊天 可是你知道這些東西 一旦落入他們的手裡 它又變成另外一個剝削 所以 其實是應該我們自己的人自己來 而不是 引頸期盼什麼人給我們的什麼 而是可能是在座之中的任何一個 這是我覺得可以做的事情 剛才他經過講茶 我們家有非常多的茶 我們大概收了五百公斤以上的老茶 那個茶都超過三四十年了 我們就用那樣的茶來做了這個酒 那四十幾年 有五十幾年了 茶酒 你喝喝看 這個茶酒是什麼味道 所以 我們的茶可以怎麼做 我們按照我們自己這個醃漬釀造的技術來做茶 可能會跟市場的茶不一樣 不一定是要那樣 有很多東西不是那樣 我覺得應該杯子要清洗吧 那邊有水杯子 杯子先清洗 杯子先清洗可能會 會讓你想像說那個茶是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自己動 然後剛才有沒有聞到這個豆豉 有吃了一顆 吃了嗎 有 這個你們的手 就是哪裡那一顆 牙先刺一顆 牙先刺那一顆 你吃吃看 這個 這個已經有七八年的 是我們自己種的 小黑豆跟太平洋煮出來的鹽巴 謝謝 你吃吃看 跟市場的有沒有一樣 三種水 三種的材料 海水 基礎的粗原 黑豆自己種的 焚土種的黑豆 三鹹水 這三種 要一年以上發酵 才能降流 一年以上 他現在是講醬油 這個現在 你現在手拿的那個 是豆豉 那不是 豆豉 剛才吃了 豆豉會生煎 會有生口水 所有的東西 比如說苦 苦而後乾 苦而後乾 這個東西就是好的 如果苦 一直苦 苦到不得了 那是有毒的 一直鹹一直鹹 鹹到你的嘴巴 非常痛苦 那是有毒的 所以 它的味道是轉彎的 會是更洋 洋到 洋到會轉下來 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來吃一個 欸 你在嘴巴裡面 慢慢的含著 他很鹹 你看他還黏著鹽巴 你先含著 有沒有 這個配飯 配冷飯超好吃的 這是我小時候 提著那個碗工啊 媽媽就會在那個白飯旁邊 放一把 砂糖 然後放一點這個 豆豉 就用碗這樣蓋著 然後就用那個四角筋提著 拿一個筷子就這樣 帶到田裡去給爸爸吃點心 其實在半路我都偷吃欸 其實在半路我都偷吃欸 我爸爸常常說 怎麼拿那麼少飯 其實我在半路都偷吃一點 好餓喔 我吃到真的太好吃了 這個味道 保留到現在都還在 所以 你說 這個產業大不大 大 非常的大 我們不要一直聽誰在講寫那個 寫那個 很多人要寫 我都是站起來不要寫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敵是我 室友吧 如果你是敵的話 你寫的還是回到商業那一套 我不喜歡你寫商業那一套 但是如果你可以寫到農業這一套 我就讓你寫了 好 所以我想說 我們有很多事情 要各式各樣的人一起來合作 像比如說我們在台北 陳德路四段 110號 六樓 那個地方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 看裡面有什麼 那個會帶來我們的訊息在那裡面 因為 這個是跟農場非常直接連結的地方 我們現在呢 在吃一樣 這個可能就有一點麻煩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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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